民國95年6月18號 當年桃園縣龍潭警方 在屏鎮龍潭鄉交界的台66旁 查獲一家大型的地下遊行 警方發現葉子除了以移動式的油管車 違法提供民眾加油服務之外 還供應其他工廠以及地下遊行 可以說是當時桃園縣內地下遊行的上游大宗 當時警方表示在接獲民眾檢舉後 歷經20多天的跟肩 終於破獲了這家大型地下遊行 當時業者以每公升13元的代價 向漁民購買云船用的油品 然後在工廠內自行添加化學品調製 最後再以低於市價的價格 銷售給大客車以及工廠作為燃料油 初估成民國94年營業到當時一年多左右 獲利就已相當可觀 然而當年這家地下遊行 儘管儲存相當可觀的汽油 但卻缺乏相關的安全措施 而且所在的位置僅零10多家工業區廠房 一旦發生意外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可說十分違憲 因此當時警方也呼籲民眾 千萬不要貪小便宜 使用來源不明的油品 免得傷車又害人害己 謝謝大家報導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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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